越南林多德 渡切了一切 政黨票投台人 敬東票投台人 政黨票投台人 政黨票投台人 台人政黨票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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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組繫還有各位媒體朋友 我是許忠信,各位從我的經歷可以看到我從2009年到現在 全國大概把ECFA演講大概也將近300場 我進到立法院以後我要選擇進到經濟委員會 我要做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阻擋ECFA 以免ECFA去協助中國慈禧太后發揮 中國慈禧太后,因為中國有很強的慈禧力 ECFA的自由貿易安排會使慈禧力大大的增強 我們2009年沒有ECFA,那時候台灣去中國投資60億美金 2010年簽訂ECFA那一年,去中國投資金額加倍到122.3億 那麼今年2011年,從1月到8月,單單8個月的時間 投審會已經踩剎車的情況之下 到中國投資金額就達到96點多億 已經遠遠超過2009年的整年60億美金多 所以表示ECFA簽訂以後,使得中國慈禧太后 不是那個慈禧皇帝 慈禧太后那個慈禧力大大的增強 我的任務呢,總結一句話 就是要去阻擋這個慈禧力 謝謝各位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我是黃文玲 那我目前是做成國際法律事務所的負責人 那我民國83年考上律師之後 就一直職業到現在 那在過去職業的過程之中 我們事實上看到非常多司法的不公平的部分 包括政治來操弄司法 然後包括最近很多恐龍法官的問題一直發生 然後裁判品質的不佳的部分 所以未來如果我有機會進入到立法院 我們當然就是對於這個司法改革 不是只有口號而已 馬總統說我們現在已經做了 做了如果是騙人的話那也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們是就是希望說未來能夠借助台聯的力量 然後真正的落實司法改革 然後讓所有的那個社會公平正義能夠真正的實現 那當然未來台聯在立法院裡面也應該可以發揮的 就是它的關鍵少數的部分 也就是說在立法院裡面如果法案對於社會是不空不義的部分的話 我想我們應該就是會用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力量 然後來去制止 那這個地方也希望說各位能夠多多給我們台聯機會 謝謝大家 謝謝 大家好 我叫林世嘉 我有兩個比較清楚的身份 一個是台灣一屆聯盟基金會的執行長 一個是彭婉林基金會的董事長 那非常感謝大家給我們這種機會 就是說 我想有很多跟我一樣一起打拼 像我今天來 我跟那個 大家比較知道一屆聯盟基金會 是在推動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這件事情上面 那麼一起打拼的其實有很多人 那我跟這些前輩們一起講說 我來喔 我現在在台聯以後 你的票是要到台聯來喔 然後呢我跟他講說 我來其實是代表這樣的一個努力的力量 不全然是林世嘉一個人 那只有台聯願意給像我們這樣子 像實踐理想的年輕人一個這樣的一個機會 這是第一個 所以如果有機會進入立法院的話 首先其實是我們希望能夠健全整個台灣的醫療體系 就健保目前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醫病關係其實也很差 好 那醫生有沒有個比較安心職業 就是說他可以 呃 呃 就是 這個把他的醫療的關懷喔 這樣子好好的做 而不太要擔心一些有的沒的 不過像現在這樣子 因為健保已經滿意度很高了 所以後來大家就只好去做這個 其他的自費項目喔 希望說 我這個做得好的話是 醫病雙方都能力 是全民能力喔 我覺得說體系上其實有一些改革的空間 我本身學的是公共衛生 那第二個 我的第二個身份 是潘然基金會的董事長 我想我們有非常多的使用者 有數千個家庭 那潘然基金會最強調就是 平等 關愛 合作 助人 我們一方面 我們有訓練整個 保姆的這個 知識系統 還有很多的居家服務 居家陪伴 針對老人未來的長照上的需要 那 我們也有一些 過去也曾經有過 柯後安清的一些安排 其實都希望說減薪所有女性的負擔 能夠做全面性的福利服務照顧 全面性就是說不是殘虎式 另外說 身體上有缺陷才得到這樣的一個福利服務 特別是面對未來的少子化 然後長者這個年紀大概越來越老化這個情形呢 潘然基金會一直做這方面很多的努力 那我相信這個平等觀愛合作助人這個理念呢 跟台聯是一樣的 那如果有機會到立法院的話 我們也會在衛環的這個委員會上面 強烈的來推這些相關的法案呢 以便這個 讓更多的人能夠受惠 那這個是衷心感謝台聯願意給這樣的一個機會 就是說 不必有太多的這個政黨派遣支持 或者是 就是就有這樣的機會來實現理想 那謝謝大家 多方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